好,這條影片我們做99這個練習 開新file,選擇web 我要960x2 960 顏色和PPI都不用設定了 應該web的setting已經適合 就設定了這個尺寸就可以了 按Create 然後選File Place 把我們那張退了底的圖片放進來 選完後,你會發覺這張圖片會跟著 尺寸一下就放下了 這張圖片其實很大 所以我按Key or shift 鍵 把它縮小一點 有些沒有退乾淨的位置 沒有所謂,這個位置我們看不到 OK,我要這裡 記住這張圖片 如果你不會再在 Photoshop 改了任何東西 你就要去Property這個位置按M Black 把圖片放進來 這些我用過的工具我暫時把它收起來 OK,只看到現在這個 我們要做的就是做一個遮罩 所以我先做一個圓形圈 寬著我們的狗狗 好了,再拉一次 圓形工具 按Key or shift 和 alt 鍵 我兩樣都按 Alt 鍵就讓它由原心開始出發 去grow up我們的圓形 Shift 鍵就讓它的圓形 而不會比較圓形 拉完之後 我按Dropper 打碟地毯一下 拿掉地毯的顏色 去Layer 開一個新的Layer 我叫它Dot BG 把這個圓圈搬進去圖片 如果打開它 你會看到這個圓圈 這個圓圈 你打碟地毫到圓圈 你打碟地毫到圓圈 這就是狗狗的照片 你會看到它有背景圖 我讀這個圓圈一下 它會選擇我剛才的背景圖 我複製它一次 再Paste in Place 貼的時候,我上上的Dock Picture Paste in Place 貼上一個一模一樣的圓形 這個圓形是用來遮掃 把大鏡放大一點 然後用一個用筆工具 把我的耳朵的範圍放出來 然後把這三個形狀按鍵盤 選擇 加Selection Shift鍵可以幫你全部選擇 你繼續按鍵盤Shift鍵 按其中一個,它就會選擇 它就會減少Selection 我現在三個都要選擇 所以我按鍵盤Shift鍵 再按上面這兩個 然後去Window選Pathunder 將它們合起來 合起來之後,我們就可以選擇 現在三個Close 按放大鏡工具 按鍵盤Alt鍵 縮小畫面 我現在選擇我現在做好的形狀 以及背景的狗狗圖 兩樣一次過選擇 都是用鍵盤Shift鍵幫你 先選擇這個形狀,按鍵盤Shift鍵 成功做好遮罩 另外呢,我想做一個背景的顏色 所以我先開一個 Double Kick的名字就可以了 我叫它做BG Cardone 小一點 放大鏡工具,按鍵盤Alt鍵 按鍵盤Alt鍵 不按Alt鍵便放大 按Alt鍵便放大 按Alt鍵便縮小 那我就選擇 整個工具,Rectangle 拉一個我想要的形狀出來 那我就選擇 顏色 顏色在課堂上 我就教了大家怎樣去 即如果你要拿我的色彩 教了你怎樣去拿我的色彩 那我現在呢,就不示範 在影片中 我直接進入我要的一個數字 對了,這就是我的角色 那我把這個BG Cardone拉到底層 那基本上這三個塗層都做完 你可以全部把它鎖 然後我再開一個新的Layer 那這次這個Layer呢 我想把它用來做Pattern 那所以我 double click 叫它做Pattern 那我就選擇長方形工具 拉一個很幼的長方條 給它一個顏色 然後去Window這個位置 打開Pattern option 按Make pattern 那它就會把現在這個長方條 放進我們的Swatches panel OK啦 就是這裡 它幫你把它放進去 還有它就開始幫我們 去做Pattern的樣子 在這裡我們其實只需要調整的闊度 那做完你就可以把它登上去 那這條東西呢 做完之後 把Pattern進去 其實可以不按 那我就刪掉了 然後我選擇鋼筆工具 那我在角落上畫我想要的波浪的形狀 那我刪掉第一下 第二下 然後就在我自己想要的形狀出來 那我開始按緊緊 那最後密封回我們的形狀 那然後我們來這裡 就選擇我們的線狀 那選擇完之後呢 我想稍為Rotate它的角度 那所以我去Effect,Design,Transform 這裡選擇 Transform TaturePattern 熄了Object TaturePreview 那最後就選擇你想要的角度 選擇完之後就可以OK 那最後呢 我想讓它有一點漸變色的樣子 所以我也是用Rectangle的工具 拉一個Rectangle 所以這次Rectangle想要漸變色的 那我譬如選擇這個 白色到黑色 那其實你可以稍為選擇黑漸咀 Rotate它的方向 由黑色到白色的 那然後我把兩件物件都選擇了 我按摩一框 你會看到碰到的東西都選了 這裡兩件東西而已 其他的東西呢 鎖住了 鎖住了 那我就在Window這裡找Transform 對不起 Transparency Transparency 在這裡選擇Make Mask 其實就是做的那個漸變色 那好了 然後在我們的設計上面 應該還有一些其他漸變色的位置 那我這裡也試賣了 那譬如我在這個位置 又是加一個波浪文給它 我想要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但是要是一個漸變色 不是Patter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去Window這個位置 找一個叫Gradient的東西出來 Gradient其實是幫我們做漸變色的 那它有三個 你可以選擇線性的 Linear 或者Radio 譬如在這個Case我選擇Radio 去分工具欄選擇這個工具 其實你就可以在這個形狀上面 按摩子按實 扯 然後拉到一個圈圈出來 這個圈圈可以控制你的漸變色的範圍 那這個圈圈其實呢 除了可以拉動它 其實它是角落的東西選擇 這個就不要管了 那譬如我現在這樣 然後在下面這個Gradient slider 你可以選擇你的顏色的變化 如果你想要多些顏色 可以在一個slider的中間 多按一下 它就可以多幾個標籤 去選擇一些不一樣的顏色 那你也多了 譬如有太多顏色 你可以按住它向下拉 按住它向下拉 把它減少 現在這個Case我只白色還是黑色 這個圈圈圈一下 在這個位置 再多按它 另外再把它按一下 就可以選擇你想要的顏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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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黑色這個點 再多按一下 再多按這個格 然後選擇我自己想要的顏色 OK 你會看到其實我做了漸變色 原點的圖案是要你們試一下 其實我這裡也可以做給你們看 其實它是一個有漸變色的原點 是有大顆小顆的可以再改 然後我就去Window這個位置 開發我們的Pattern Pattern option Make pattern OK 那我就告訴你怎樣排列了 其實它有很多種不同的排列方式 你可以把這個數字加大一點 那如果你根據我那個影片的那個樣子 不就是我那個Moodle上面的圖案 應該是類似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按燈 然後我又拉我想要的Gossip 拉另一套 Gossip 有點不同的 好 我隨機的 然後我就去回我們的Swatch Library 你看到其實剛才做起了原點Pattern 在這裡 然後我就去DESOCK TRANSFORM 這個位置 把我們的Pattern 關掉一個Transform object 可以把原點縮小顆 我覺得它現在太大顆了 甚至乎是小顆 甚至乎是小顆 OK 這樣做完我就可以了 好 另外 另外 中間這裡的十字架形狀 其實是怎樣做的呢 我選擇Rectangle 拉一個長方形出來 其實這個長方形 我們普通的Rectangle 我先給它一個白色 Rectangle 角落有這個圓點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圓角 然後我拿著現在這一塊 複製多一個一模一樣的 那我就 Copy Paste in Place 然後按住 Cable Shift 鍵 幫它Rotate 這樣就可以Rotate到很帥 45度角 90度角 然後我們把這兩塊 用Pattern 合成 合成 合成後我們就去到Transparency 把它的透明度減低 所以我們有很多個 這些十字架 可以 我按住Rect 自己的複製多幾粒 可以粒粒有些 不同大小 有 另外可以 不同角度 如果根據 Woodle給你們的Sample 有些是 Undo 先不小心拉肥 有些不一樣的角度 另外就是圓形 可以隨便拉幾粒 也是 Kable Shift 鍵 我選了它們 叫它做小半透明 另外最後就是 字形 這點我們可以不可以了 根據 那個Sample 我選擇 Patt Fastful 選擇 這堆字 Mose 其實也可以幫你 幫你黑 然後在Window 這個位置 打開 Character 有沒有呢 可以在這裡找 Pupperty 這裡應該已經有了 是收了在這個位置 這些我不用東西 暫時把它收起來 有很多東西出來 我選擇我想要的字款 隨便選一個 隨便選一個 選擇 顏色 選擇 尺寸 尺寸 放好 然後在Fx3 這個位置 我給Styleless Drop Shadow 你可以選擇 Drop Shadow 拆除了Preview 你就會預覽到效果 不如我想它淡一點 所以我選擇 50 OK 其實我已經做好了 如果你看我原本的 設計那張圖 看看 唉 找不到 打開來看看 你會看到 除了標題之外 還有年份 還有其他 這些可以自己幫我做 線 你自己拉 那 只剩下那些 自己做 其實我只剩下 線 和線 字 其實字型 這裡 我們可以選擇 行距 我們可以選擇 字 闊度的距離 這些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選擇 另外還有什麼 記得 那些字用完 最後 你要幫我Expand 例如這個字 我已經用完了 那你選擇 Expand 如果你發覺Expand 不讓你選擇 例如Case 不讓你選擇 Expand Appearance 也可以 選擇完 再Expand一次 Expand了的字 9月的時候 兩個月前 其實已經選擇過 它會把它變成普通的形狀 它的好處就是 即使你手機沒有安裝過 那一款字 也好 它也可以看到你的字 不會因為你手機沒有安裝過 AR file的字 就會變成形狀 這是它的好處 但它的好處就是 你沒有辦法再重新修改字 所以 你確實完成 你的字沒有東西 要搞 那你就Expand 我不做完整個File 其實我差不多做完整個東西 我差點幾個字沒有打 我留給你們 好 那我就 save 這個File 那交的時候 你除了要交的AI給我之外 2020 我要 另外就是 你要幫我 Expand 做一個 PDF 或者一個JPG PDF 那你如果選擇 save 沒有PDF 你會選擇 沒有PDF 你會選擇 沒有PDF 那你記得在這裡選擇 Export Export 在這裡選擇 PNG 檔案 Export OK 如果我去到我的Folder 剛剛剛才做起的那張 叫做這個 videotutorial.png 做起的時候 就一色量分 把這個圖 交給我 那如果你的Photoshop 那個退地的檔案 都在的話 就給我 那好 影片來到這裡 你會選擇 我會選擇 一些 有嗎 我會選擇